双数年对于航空摄影爱好者来说 非常值得期待 因为有一场线下的盛会 就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AKA珠海航展 那今年呢 因为有歼20、歼35A、歼15、歼16 以及苏57 俄罗斯勇士特技表演团 八一表演团的特邀演出 更让今年的盛会显得格外精彩 我们玉城FOTO的航空摄影小分队 也提前进入会场 在8号、9号、10号开幕前 携带玉三家的代表机型 为大家拍摄了非常多的素材 那今天这一节目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次的拍摄 以及我们对于航展拍摄的心得体验 作为国内最大的一次 以航空为主题的超大进展案 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 AKA珠海航展 也是许多军迷和航空摄影发烧友们的盛会 为了给大家做关于航空摄影拍摄的设备分享 我们玉城小分队 这次携带了玉三家三台主力速度机型 提前在12号航展正式开幕前 给大家做关于航空摄影的深度测评 这次节目玉城君呢 也遇到了许多国内外航空摄影的大佬们 在和大家交流期间也偷失了不少干货 这期节目我们就索性来一个深度分享 从我们这次拍摄的设备体验 拍摄技巧和踩坑方方面面 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又真实的分享 同样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好的样片 评论区置顶分享给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给玉城君一个三连 谢谢大家 说实话在写稿子的时候 玉城君的手还在颤抖 连续三天的高强度拍摄后 我们团队小伙伴回来也是疯狂补教 然后把2TB的素材 删除到只剩下150G左右 按块门按到手抖 全程手举镜头 胳膊也基本都废了 耳边歼20、速57、歼35A、歼15和16D的轰鸣声 依然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这次拍摄体验感触最大的 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一位资深航拍大佬讲的那样 航空摄影某种程度来说 更像是去参加演唱会 体验比结果更重要 特别是当人类技术史上的一架架巅峰之座 同自己头顶咆哮掠过时 这种感觉更加的深刻 肾上腺素迅速飙升 平时舍不得按块门这时候根本停不下来 结束以后大脑才告诉自己可以呼吸 然后痛快的喊上一嗓子 真的比喝酒还容易上瘾 我们育成拍摄小分队的三个小伙伴 也都是刚接触航空摄影 之前更多是拍拍民航机型 这次算是一口气过足了瘾 用我们同行小伙伴的话来说 一个月内不想听到任何飞机的引擎声 这次我们携带的设备也都是各有侧重 预算加索加尼各有一台主力出战 尼康的旗舰Z9配备Z卡口最轻的600F6.3 佳能则是新发布的R5 Mark II和RF100-500镜头 索尼的速度机A93和200-600 可以从我们这次的镜头配置上来看 主要集中在600毫米这个焦段 这也是我们咨询了多位大佬以后给出的建议 那为什么没有携带更重更好的640呢 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考虑到便携 另外就是迅速转移镜头抓拍 三脚架跟不上这些顶级猛琴们的速度 考虑到不停的连续拍摄 所以这次都是尽量选择轻量化的产品 作为刚接触航空摄影的我们 拍摄水准有限 重在跟大家分享 请各位多多包涵 关于航展拍摄 我们先来聊聊最真实的体验感受 航空摄影真的是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各类拍摄中的顶级小众拍摄场景之一 航空摄影因为苛刻的客观条件 基本上锁死了不少普通爱好者 在天时来说 类似于珠海航展这样的精彩盛会 基本上一年只有几次 而且地点时间都不相同 并且就算到了现场 是否有好的天气差别极大 我们连续三天里 除了11月7号天气不错 8号在中午时阳光出现之外 9号就彻底拔瞎 就算是同一天里 顺光和逆光的场景就完全不同 天气良好的情况下 大气通透度高 飞机的轮廓和色彩都非常漂亮 云层的过渡也让背景有层次感 但如果稍微光位差一点 出现阴天情况 你就会发现片子完全废了 我们拍摄了多个机型 感触特别深 天气好的时候 进行飞行表演的游20 线条轮廓感特别突出 但飞到另一个光位 直接就是灰蒙蒙的 细节表现力都很差 那相比于风光摄影来说 咬咬牙还能等一等 航空摄影拍摄窗口期极短 真的是过期不后 第二就是地利 这次我们为了保证足够的成片率 特别邀请了几位资深航空摄影的小伙伴同行 认真研究了拍摄行程策略 为了避开人流量的高峰期 就决定在12号正式开幕前提前拍摄 然后直接到了金凤台前面的著名航拍炮楼 你在珠海机场旁边的地图边上 都可以看到这个标注为历史遗迹的景点 这座蓝色法拍房曾经拍出了688万的高价 当然肯定不是免费的 在非展览日 一位200送上一个广东省凳 展览日的话直接就是天价了 就这样我们也要5点半左右起床 然后迅速占领好的位置 虽然身后的金凤台拍摄位置免费 但同样巨大的人群包裹的严严实实 有前两天去过的小伙伴就苦笑的说 一有飞机出现 前面的人群站起来自己机位就不保 那至于其他的小众机位 例如机场西边的小土丘 东边的降落点 虽然都能有一些不错的出片 但整体来说仍然是蓝色炮楼这里位置最好 玉成军和自己同行的小伙伴差了将近20米 但我俩在后面对比出片时就发现 许多好的成片没那个位置就是拍不到 就算是到了炮楼的位置 最好的机位也就是在最东侧的两平米左右 那里可以拍到飞机完整的起飞和降落 我们的位置就只能拍到起飞 所以类似于海军陆战队的猫猫车 空降演练场景 陆航的武装直升机 对地攻击等精彩场景 我们就只能干瞪眼等着 这时候恨不得早上5点就上来抢机位 这也是为啥我们在拍摄时 还会和其他人产生了争执 有后来的摄影师没位置 457特技表演的时候就想强行挤进去 当时我也是直接上去应对 辛辛苦苦5-6点起来蹲的位置 你大摇大摆说抢就抢 真的是没素质 那给我们的感触就是 在航空摄影里一个好的机位 就预定你是否能有好的结果出片 跟演唱会里内场票外场票的区别一样 最后呢就是人和 这次我们拍摄之所以相对顺利 一方面是有大佬带路 另外旁边的陌生小伙伴 有人带了无线电手台 随时接受航空管制塔楼的报告消息 并且群里的小伙伴 也有不少时时分享 第二天的拍摄流程以及机位 大家在间歇之余 也互相分享了一些拍摄体验 就跟大型同好线下见面一样 当然男女比例也是相当失调 除了几位陪老公同行的家人 基本上all boys 而且说到了人和 某种程度上 航空摄影也是对设备极为挑剔的拍摄场景 因为对于连拍和对焦要求极高 基本上飞原厂的副厂长焦就很难用 原厂里不是比较新的 或者是过往的顶级长炮 拍摄成功率也非常的感人 所以你看同行的航空摄影发烧友们 除了过来直接用手机打酱油的 绝大部分都是各种炮阵组合 有一个搞笑的留言说 第一眼望去幻视成二战航母的 侧旋防空炮平台一样 对器材的高要求 也让大家对于设备购置的预算水涨船高 就算是上时代的单反 也都是旗舰产品 无反机身里边 佳能尼康索尼各自的顶级速度机大集合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加起来 相当于我们要有工作日请假的时间 可以预定到机场最近的住宿 有车辆可以快速到达 扛着几万块的设备 顶着烈日暴晒或者是刺骨寒风 加上不飞的场地和时速费用 更不要说现场还有北京上海外地来的朋友 一呆就是整个行展全程 那花销就是奔着五位数去的 绝对不比出趟国自驾旅行花的少 归根到底说一句 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下来 航空摄影的体验真的门槛不低 那就来聊聊我们这次对于设备的感受 前面我们提到过 使用了索加尼玉三加的速度机型 到现场大家也可以看到 索尼加能尼康是绝对的机型主力 让我们觉得很有趣的是 有用全景相机记录的 有使用更好的外接收音设备收音的 也使用富士XH2系列配合150-600镜头的 最有趣的是发现了一台宾德 玉成君特意上去拍摄了一下 镜头里面定焦和变焦各占一半 这里聊一下我们对于定焦镜头和变焦镜头的感受 首先变焦镜头大家都集中在全服200-600这个范围内 例如尼康的180-600 佳能的100-500和200-800 索尼的200-600等等 100-400这样风光挡力比较抢手的镜头 反而用的较少 大部分是作为第二台背机使用 定焦镜头中有走玉成君这样尼康663清零路线 当然各家的长炮也都各有出镜 但关键是高品质的定焦镜头 基本上都是奔着3公斤以上的重量去了 加上机身长时间的持握真心受不了 相比于野生动物打鸟这样可以使用悬壁云台或者三脚架的 对于稳定飞行的民航三脚架还可以 但对于航展表演基本上三脚架都要废掉 那对于三家机型的使用感受 首先说明因为场外因素 我们决定不对索尼A93有任何的评价 这里单独分享佳能R5 Mark II和尼康的Z9 佳能R5 Mark II让我们很惊喜的是 这次的出片成功率极高 我们这次带了R5一代和二代两台机身 小伙伴们的感受就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当然仅仅是说在航空摄影这个小众领域中 佳能R5 Mark II的全像素双核对焦和最新的对焦算法 以及机身和镜头协同防抖的优势非常明显 我们在集体选片的时候发现R5 Mark II的成片率很高 一些其他机型都可能虚掉的场景 佳能R5 Mark II的优势很大 防抖和对焦上我们觉得R5 Mark II非常的优秀 这次拍摄结束后也坚定了我们将R5一代更换为R5二代的决心 这次航展中也遇到过使用R1的佳能CPS会员 我们也对比了R1和R3,R5二代和一代 认为如果追求极致对焦和防抖的话 佳能新款的这两台机型优势都非常的大 但也有个让我们很不爽的地方 在拍摄了全尺寸4000张RAW底片和视频之后 R5 Mark II的电池即将耗尽 这个电量续航是绝对的amazing 但我们决定使用R5一代的电池 果不其然担心的问题出现了 R5 Mark II必须使用对应的新款电池 原厂才可以 老电池无法使用 幸好中间是表演间隔 我们就直接用充电宝现场充电 后续又断断续续拍摄了1000多张 这个续航是真的没得说 但是电池要多买两块原厂的 注意 佳能R Mark II在广东11月现场 23到28度左右的温度下 连续工作没有过热的情况出现 尼康Z9的话 一块电池撑满了全厂 我们拍摄以几pack为主 因为尼康4500万像素的底片质量是足够好用了 同时要拍摄4K120帧的视频 所以整天数据量当天也有将近500个G左右 同样 尼康Z9没有出现过弱的情况 但有几个问题 第一感觉Z9的防抖稍微比R Mark II配合RF镜头有一点点的差距 大家就当是663没有镜头防抖 以及玉成君自己的功力不够 我们在拍摄歼20大范围移动时 100%放大会有一两张偶尔有点抖动的情况 当然了 现场许多大佬都是使用尼康Z9 所以我个人更多的是觉得我自己的水平不到家 并且对于大范围移动时 需要转体的配合不到位 在视频的拍摄中 因为我们佳能的小伙伴中间设置出现了问题 有一部分视频拍摄为1080P格式 所以这次拍摄 大部分更高规格的4K120帧视频都是Z9完成的 再次感慨一下 这是目前最全面的机型之一 我们也期待索尼接下来的AE2代能够给一些新的不同 那到节目的结尾呢 这次航展我们主要重在参与 重在体验 重新学到一些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拍摄知识 还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15号还会继续前往现场 到时候在珠海航展的现场小伙伴们 希望大家一起来找我们共同玩耍